字幕君 嘿嘿嘿嘿嘿嘿嘿 歡迎來到 子豐車會本故事劇場 我是月亮先生 我是史多瑞叔叔 今天我們要來講什麼故事呢 今天這個故事很特別 讓我想到一首歌 我的寶貝寶貝 給你一點甜甜 這樣我也想到一首歌 什麼歌 寶貝對不起 不是不愛你 夠了夠了夠了 我們是繪本故事劇場 我們是來講故事 對而且再唱下去就要罰錢 對我們不是來唱歌了 今天要講的這個故事就是 三個寶貝 很早以前 新疆的維吾爾族有一對老夫妻 老公公年紀大了 沒有利器種田 也沒有辦法牧羊 只能靠撿財換錢過日子 有一天 老公公到了山林去撿財 那走得有點累了 就在泉水旁邊休息 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忽然 老公公聽見有人在叫他 快起來 有個寶貝要送給你 老公公睜開眼睛 眼前出現了一個毛驢 老公公難難的說啦 一隻小毛驢 老公公難難的說啦 一隻小毛驢 也能叫寶貝要 捷水帽洗了一個大水泡 對老公公說 什麼隻雞 這是公雞啊 這是水泡 水泡 烹火 浮沥 老公公看你一輩子熱心幫助人 所以送你這隻小毛驴 你只要對他大叫毛驴拉筋子 毛驴就會拉筋子 老公公就牽著毛驴回家了 當他經過了市集 一個酒鋪的老闆看到他 老公公 你走得滿頭大汗 喝完酒解渴吧 老公公走進鋪子對老闆說 幫我把這隻鋁子拴在門口 可是不可以跟他說毛驴拉筋子哦 哎呀老闆覺得很奇怪 哎呀 於是就趁老公公喝酒的時候 對鋁子說 毛驴拉筋子 他還要模仿老公公說話 毛驴拉筋子 話才說完 這個毛驴居然拉出了好多 黃澄澄的金塊 老闆很高興啊 悄悄藏起了毛驴 又另外牽了一隻一模一樣的毛驴 拴在門口 老公公回家後 對老婆婆說 老天送我們一隻會拉筋子的毛驴 趕快拿盆子來借筋子 老婆婆一聽拿來的大盆子 老公公對毛驴說 毛驴拉筋子 可是兩個人 睜大眼睛 一點動靜都沒有啊 第二天 老公公又到了山林撿材 走到泉水旁邊休息 不知不覺 又睡著了 喔 忽然老公公聽見有人在叫他 同一個是不是 泉水 泉水 爬起來有個寶貝要送給你 老公公睜開眼睛一看 一根木齒就在泉水旁 老公公看著這個木齒就說了 我要這個木齒做什麼 泉水說 只要你說 池子兩步 池子就會給你穿不完的零螺綢斷 老公公拿著那隻木齒走到了酒鋪 老公公看到老公公心想 嘿呀 財神爺來啦 連忙拉住老公公說 走累了吧 要不要喝杯酒 這把尺佔地方放在櫃檯上 等會兒再帶走 嘿嘿嘿嘿 也好 不過你千萬別對木齒說 尺子兩步喔 老闆把木齒拿進櫃檯換了一把 等老公公走後 老闆拿出木齒說尺子兩步 哇 整匹整匹光閃閃的籌子段子 沿著木齒飛出來 把房間都堆滿了喔 嘿呀 老公公帶著假木齒回家 把木齒放在老婆婆面前 對著木齒說 尺子兩步 兩個人等了半天 木齒一點東進都沒有 哎呀第三天 老公公又到山林撿財 走到泉水旁休息 不知不覺又睡著了 忽然 老公公聽見有人叫他 對不對 對對對 快起來有個寶貝要送給你 老公公睜開眼睛 前面出現了一把掃把 老公公說 誒喲 這個破掃把 有什麼用啊 ё 拿出一把放在櫃檯上 蛤 等老公公走後啊 老闆對哨索說 哨索快掃地 诶 哨索自動掃起地來了 蛤 同時從哨索中 滾出許多珍珠瑪瑙啊 老公公帶著假哨索回家 對哨索說出了神奇的咒理 可是過了好久 一點動靜也沒有 哼 這老婆婆終於生氣的說了 你太生氣了吧 你每天回家都說帶了寶貝 寶貝在哪啊 你就是要回家 蛤 泉水明明是這樣說的 奇怪了 到底怎麼回事 我一定要弄清楚 第四天老公公又到了泉水邊 他向泉水抱怨 你每次都騙我說要送我寶貝 可是我什麼也沒得到 這時泉水咕嚕咕嚕地冒出了一個大糖瓜 同時也說啦 你只要對南瓜說出來吧 裡面就會跳出你要的東西 老公公帶著南瓜到了哪裡呢 酒鋪 老闆看到他就很高興地迎接他 同時呢搶著老公公手裡的大南瓜 老公公對老闆說啦 千萬不要對他說出來吧 老公公說完就打起了瞌睡 他在桌上睡著了 老闆一看到老公公睡著了 急忙對南瓜說出來吧 哎呀 港街的時尊 港街的時尊 南瓜突然裂開來 哩哩啪啦地飛出無數根木棒 朝老闆打來 打得老闆哀哀叫 老公公被老闆的叫聲吵死 老闆苦苦哀求老公公 老公公 老公公得了寶貝快樂地回家了 哇 終於不用被老婆婆罵了 這個三個寶貝的故事 告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那這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不要貪小便宜 還有呢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無 接著呢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可以喝很酒 好 那我們子豐車 會本故事劇場 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喝酒 喝酒 靜炭 喝酒 喝酒